大家好,我是大雄 新的一天,乌军继续痛载俄军 根据乌坎武装部队最新统计 俄又损失了980 还有32辆装甲车,73辆军车,5辆坦克 两个防空系统,51架无人机等 乌韩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安德烈 尤索夫报告了一个好消息 俄罗斯黑海舰队因遭到无人机袭击 而遭受的损失高达5亿美元 俄罗斯每天付出惨重的损失 却没有多大的进展 导致胜利日黯然无光 为了制造一个假胜利 据一个俄俘虏说 他们被派往了罗伯地内村 在那里插上了国旗给胜利摆拍 因此他不得不拼死而去 此前他因为拒绝任务 而被打断了一颗牙齿 他的同伴也被打掉了一颗牙齿 当然,这个俄军很幸运 他被乌军俘虏活下来了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展示了国防军英勇摧毁俄军的视频 场面精彩震撼 当然也可能说很残酷 这就是真实的战争 俄军入侵别人的土地 就必定会遭到捍卫者的毒打 这则视频同样残酷 乌军第71列兵旅的士兵 阻止了俄军的进攻 俄军连同越野车一起被烧毁 还有这个,俄军冲进了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结果被消灭 在阿弗吉夫卡方向 一会儿俄军进入了房子 乌军使用了神风无人机 携带高爆炸弹 摧毁房子和俄军 俄军满地找牙 腿被炸断了 惨不忍睹 这两天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哈尔科夫 昨天斯洛伐克领导人 祖扎纳 恰普托瓦访问了基辅 泽林斯基在与之发布的讲报会上表示 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地区 发起了新一轮的反攻行动 乌克兰知道这一点 乌克兰派出军队 驴和炮兵 在做好准备 乌克兰国防部表示 乌克兰国防军正在保卫哈尔科夫 在凌晨5点左右 俄军企图用装大车 突破乌方防线 就这么前 这些袭击被击退了 不同程度的战斗仍在积聚 乌克兰第三特种旅指挥官表示 在哈尔科夫 俄军还没有部署主力 到目前为止 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在测试我们的防御 但无论如何 俄罗斯炮击哈尔科夫后 在最早阶段造成了两人受伤 包括一名儿童 专门跟平民儿童过不去 这是什么狗日的玩意儿 战斗有多激烈 俄军的损失就多惨重 在一则镜头显示 共有四辆BMP和一辆URAL卡车被摧毁 一名俄罗斯特种部队的俄军头部 遭到枪击 被乌军踩在脚下 一群俄军被俘虏了 目测有十个俄军被抓 总之俄军进攻哈尔科夫后 成了无头苍蝇 不是死伤就是被俘虏 有的俄军索性来个自我毁灭 还有更多惨不忍睹的摧毁场面 白宫发言人科比表示 我们并不认为俄罗斯人 在哈尔科夫地区会有重大突破 新的一天 乌军继续袭击俄本土和俄占领地 袭击俄的钱袋子 5月9日晚间 据俄美报道 俄罗斯卡路加附近的一座俄联游场 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该联游场是卡路加州最大的游场 每年联游120万吨 5月10日晚间 乌克兰武装部队 对被俄占领的卢干斯克州 罗恩基地区的一座俄石油库 发动了猛烈的袭击 很可能使用了战术导弹 油库被击中 火灾越来越猛烈 造成了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乌克兰接连不断的袭击俄石油 不仅因为无人机和导弹数量充足 而且袭击石油真的太有效果了 效果比制裁好有用 据新闻周刊报道 自乌克兰袭击后 俄联油厂工人大规模的辞职 据国际专家表示 乌克兰应该继续攻击俄联油厂 无人机袭击导致了俄联油厂关闭 迫使俄罗斯出口更多原油 这将导致世界价格下降 而不是有些人担心的 导致价格上涨 真是太好了 而无论有无国际鼓励 将战争打回俄罗斯 都是再好不过的事 另外 本文即将发送的时刻 俄本土的库尔基斯克又遭到袭击 爆炸不断的乌克兰加油 新的一天 又原无反俄的军新消息 一 加拿大提供5520美元 加入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的援助 二 泽泽斯基与阿根廷总统进行交谈 感谢阿根廷对和平方案的支持 并且邀请米莱出席和平峰会 另外 泽泽斯基还与冰岛总理进行了通话 邀请他参加瑞士和平峰会 三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 该套件包括新型爱国者导弹 毒刺导弹 布雷德利导弹 防地雷反伏击导弹 标枪导弹和其他弹药 泽斯基做了感谢 他说 美国提供的这项及时且至关重要的援助 将有助于挽救平民生命 增强乌克兰前线战时的战斗力 它还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城市 和社区免售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 发动空中恐怖袭击 太好了 这才是美国对待乌克兰应该有的样子 美国就应该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 这才能不辜负自由民主 四个字 四 波兰总理唐纳德 塔斯克城一些北约部队 已经住在乌克兰 但他们没有在前线 波兰总理没有具体的说明这些士兵的国籍和人数 大家猜一下是法国或是英国 不 英国外交大臣卡维伦表示 西方的克制只会鼓励侵略者升级 面对新的挑战 卡维伦呼吁北约国家将国防开支 提高到GDP的2.5% 他说 西方国家没有吸取侵略乌克兰的教训 犹豫和谨慎只会激励某某政权进一步侵略 说的太对了 一切的克制犹豫拖拉都是在鼓励侵略者 因为卡维伦这番反俄言论 俄前总统梅德维基夫气的又爆炸了 他在社交媒体又像个酒鬼一样 不知所云的大骂了卡维伦一通 可见 俄真的很害怕西方硬起来 认真起来 昨天 我浏览到两则很感人的消息 这位乌克兰老奶奶叫塔玛拉 今年81岁 虽然她不富裕 但她坚持向乌克兰捍卫者组织捐款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向她发送了个人奖励 这位老奶奶说 当我收到养老金时 我首先会捐款购买无人机 然后购买药品 剩下的钱用来买零食 她也说 在她生日那天 一艘俄罗斯船被乌克兰击沉 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还有这位女战士 她的呼号叫小恶魔 但做的却是天使的工作 在俄全面入侵前 她是一个护士 入侵后 她成了12旅赢医疗战的一名战斗医务员 在克里米纳前线 她负责撤离受伤和死亡的战士 在她的努力下 仅一个月时间 就有43名伤员获救 战争两年多以来 在乌克兰 有无数普通人在做伟大的事 他们和他们的事迹 每天让我感动不已 敬佩不已 从而让我更加坚定的 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总有人问我 你一个普通人 对战争能有啥作用呢 我写的文字或者没啥作用 但我看到在乌克兰 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 都在尽己所能的贡献力量 在为保驾卫国而付出所有 我无法做到无动于衷 所以 我必须天天与他们站在一起 同时我知道 乌克兰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而战 也是在为我们而战 和乌克兰站在一起 就是与自由站在一起 就是与希望站在一起 感谢乌克兰给了我希望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很低 希望宽宜的朋友 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赞场码 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不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 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 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了 如果您不宽宇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成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闲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